不過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呢 他提出了青年的購屋政策 他說只要是在一千五百萬元 這個額度裡面呢 可以讓年輕人全額貸款 也就是說你不用再自己準備投期款了 可是因為趙紹康他曾經說 我在二十幾歲時 我就買了好幾棟公寓 就被綠營批評說 這樣的購屋政策恐怕會帶給年輕人 相對剝奪感 依照召開青年購屋免投期款 記者會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在端政策牛肉積極搶攻 年輕選票 在青年購買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投期款不要付的 投期款真的不要付 由政府來跟銀行擔保 侯康佩真的要給好康 侯友宜提出五五五方案 補助青年購屋 第一個房貸最高額度一千五百萬元 免付投期款等同可以全額貸款 第二個利息補貼百分之零點五 第三利息優惠五年 但同時侯友宜也設下前提 包括醫生只能使用一次支線收購 以及排付條款 你用租金的這個金額 大概就可以 在這五年裡面 就可以似同利息一樣再付 圓大家的購屋之夢 喊出要幫年輕人 圓一個購屋夢 何友宜瞄準青年票 直播參選人們的財產申報 何友宜有一筆土地 三筆不動產 他的副手趙少康 則有三筆土地 十二筆不動產 更曾說自己二十多歲 就已經買了好幾棟公寓 雖然想突顯現在年輕人的困境 但這會不會也讓年輕人 產生相對剝奪感 我想這完全就是無視於青年 生活的壓力 也甚至是在年輕族群的生活困境上 去傷口上撒鹽 民進黨如果覺得我這個很好 也可以跟進啊 也可以跟進 我也覺得很好啊 其實我們真的要談政見 不要老是政治活水 真的沒有意義的一件事 原定侯康兩人 都要出席的政策記者會 趙少康臨時缺席 引發聯想 而居住政策端出來之後 就看選民接受度如何 記者 趙國鋒 王爺德 SNG小組 新北採訪報導